有大概61個同學 想要加進一堆 然後他會寫一堆啦 因為他希望加入 加入他 然後怎麼怎麼樣 也是主要 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太多人想要學 我看這60幾個 其實甚至都可以開班了 那我們之前的資料 因為我最近有follow了一篇 那個就是懶人包 其實也是 主要是讓大家知道說 開發沒那麼複雜 第一個當然你可能需要怎麼樣 先把環境建制 環境建制要怎麼做 另外呢 PiPhone能夠做到什麼樣的作用 其實這邊有底下有寫 其實像網路爬蟲 這個我想是PiPhone最早 他最重要的功能 另外像那個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這個可能跟什麼關係呢 未來反正工廠 裡面的自動化流程 這是未來的什麼電動車 因為在歐洲2025年之後 就全面禁止販售燃油車 只能電動車 電動車其實跟燃油車 最大不一樣 電動車本身就是來電腦 上面配備馬達 他可以做自動駕駛 也就是說以後 你可以在高速公里 會看到很多人手是放開的 自動駕駛 不要覺得意外 那它是一台電腦 你裡面要自動化 你需要很多的Pokemon 就是你要需要做很多的程式設計 它足夠做很多的事情 那裡面當然會牽涉到 怎麼去做的問題 這一定還是牽涉到 因為它有影像辨識 辨識到的東西 馬上可以做後續處理 如此類的 還有像比較辦公室 自動化圖表 設計等等的 這邊我有一個相關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看一下 這有我們前面講過的 我們第三次上課的東西 然後三塊東西 我會把它貼到我們這邊連結 你只要連結到哪裡 連結到這邊 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看到我們之前上課的內容 那這邊的話 之前我們講過的東西 那再來的話 今天基本上 我們看一下雲端白板 基本上我剛才規劃幾個項 我們上個地方講到有關VBA 怎麼樣Python轉到VBA 為什麼要特別還要講VBA 這部分主要還是 我剛剛講的 其實可以協同 那比較強的部分 像網路爬蟲 我們也許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Python的資料 抓下來 就是網路方式抓下來之後 也許可以把它存到 Sale之後的話 後續的處理 其實其實在VBA 如果你要做一樣的事情 你如果到了裡面 其實VBA還是比較強 部分的話 也許我們底下最後就是 後面會講到 比如說怎麼樣 把網路資料爬下來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之前常常會 有幾個範例 包含就是說 怎麼去抓 那個像股市資料 去抓那個像 台銀的外匯等等的 比如說股市資料 股市資料 你把它點擊 你獲得到雅虎官網 用那個當日行情裡面的 那個水泥類股好了 希望把這一個表格有沒有 這個表格裡面資料 下載到Python 下載下來之後 我也可以存在Eshare 不過這個可能就是另外一個階段 那資料我怎麼可以 把直接抓下來之後的話 底下這個資料 在Console 主控台裡面 也把資料下載 它的程式就在這裡 發現用Python來寫 會比像 比那個像之前 我以為用一樣的方式 用來寫 簡單太多了 教法寫 哇 這很多很多事情才能把它下載 那這部分算是它最厲害 強項 真的 裡面是呢 基本上只有大概 應該不到20行 如果扣掉這些註解的話 大概主要有個比較重要 就是說 你input一個request 先用這個request 這個request的這個module 它可以幫我怎麼樣 把資料抓下來 再一個叫什麼beautifulsuit 還蠻有趣的名稱 利用這個beautifulsuit 怎麼樣呢 幫我去做 那個網頁上面的切割資料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 我要抓這個HTML裡面的什麼 裡面的table好了 那你可以把table抓出來 用那個CSS CSS裡面有ID 你也可以把這個ID裡面 所有的資料抓下來 那因為 Yahoo這個網站 說真的太老舊了 裡面還沒有用到什麼CSS 所以反而比較不好抓 如果你用CSS寫的 反而比較好抓 比如說像什麼 等一下我會講另外一個例子 你可以 那我是把這個table抓出來 那我算一下 到底第幾個table 是我們要抓的資料 我算了一下 大概第六個 0 1 2 3 4 5 6 不過這個可能要判斷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 每一種要抓的 因為每一個網頁都不一樣 所以你可能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抓取 那我是抓第六個8 這裡面的TD 它裡面的那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把它抓下來 然後再做一些取代的動作 最後把它print了出來 看到的結果就是這個 OK 這麼一講 但是很有趣 而且非常有用 很簡單 我覺得 python這部分真的是最強的 甚至VBA可怕還沒有比它還強 因為VBA程式 還是比它稍微複雜 VBA的優點是說 有些地方可以用錄製聚集的 VBA它可以用錄製 可以在VBA裡面處理看看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這個怎麼樣去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這個是程式 稍微看一下 如果 當然自己要run一下 你也可以怎麼樣 這個source貼上 理論上當然之前我上課 是沒有把它貼上的 自己動手去 不過我怕有些同學可能 心態可以有看到結果 那你可以先開一個module 把這個程式貼上 它其實就可以先run一下 看一下了解一下 再來就是說 樂透彩 這個網站蠻妙的 因為就是我們上一本書 畫面長這樣子 結果上去看一下 我發現就傻眼了 完全面目全非 怎麼樣呢 長得不一樣 原來可以的程式 像這個 這個是原來我寫 這個ok的 結果後run一下 奇怪 像昨天我來想說 run一下 就一run 發現什麼 為什麼有bug 本來run的很順的 它可以幫我把什麼呢 開講的這幾個號碼 把它列出來 結果發現完 因為你會發現 你連到那個 這個什麼樂透彈網有沒有 它是這個球的形 我們看一下 台灣看到 本來是一個一個的球的形狀 它現在改成 所以如果不一樣的話我怎麼辦呢 當然我還是要拆招了 所以我講過 你第一個要先了解 假設 你要先按 這個12 Chrome 那個瀏覽器裡面 它可以幫你切到什麼呢 切到那個開發人員的模式 它會幫你把 這個裡面的程式 Source 有沒有 先幫你 它顯示出來 其實 習慣上 我把它抓這個部分的資料 那我的習慣 我不要選取 比如說這個資料 按右鍵 它有個檢查功能 可以檢查馬上 幫你審視出來 你的這個程式在哪裡 它會幫你停在這一塊 但是我發現我按右鍵 它跳出什麼訊息 防止你按右鍵 以前按右鍵是可以的 現在不行了 所以怎麼辦 所以你會 道高 不經驗 有些東西其實 你要怎麼做 但是這些 可能會牽涉到的知識還蠻多 不是只有Python 裡面你可能會要知道 這個HTML 我不知道 各位有沒有寫 用那個HTML寫過網頁 網頁 邀籤喔 可能還是要 也許你暫時不太知道 沒關係 你至少要把那個規則抓出來 因為你要 都在HTML語法裡面 OK 我剛剛講了 所以HTML 如果你相關的知識不夠的話 你可以在隔壁重新欄路 去找那個HTML5的書 或有些HTML5加CSS3 再加什麼JavaScript JQuery JQuery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網頁構成的基本要素 所以如果這些基本要素你不知道的話 說真的啊 你要抓還真的有點問題 有點麻煩 所以這些都不是憑空的 但是我會把比較重要的部分跟各位講一下 那至於要怎麼抓 所以昨天我發現頭痛了 所以後來就 不過沒關係啦 這個裡面的資料其實還是會透過 我是覺得在那個 就是裡面最最厲害就是這個 Beautiful 用來抓網頁裡面你要的哪些元素 主要是 它有ID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呢 用Slate Slate是選取哪一個ID ID的話一定有的 所以你知道網頁裡面看到有ID 就是那個區塊的資料你全部都要抓回來的話 那你就去找一下 那我怎麼知道是Reautiful 其實就是去看右邊的程式裡面 我有看到一個ID 那這個ID下面的資料我全部都要 我就把全部的資料先放在DataE裡面 所以它就是 上面則是全部抓下來 全部這麼多嘛 那我不是要全部 我要的是 這個網頁裡面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是先抓全部 再抓部分 裡面再去找 所以再利用fine fine是什麼呢 我要的那個東西 它的 有沒有 標籤是 它是一個table 而且它的table有一個class 就類別的名稱 叫做這個名稱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名稱 其實也是從那個 網頁裡面去找到的 這不是憑空而來的 OK 然後我們再去找那個spam spam裡面的spam找出來 然後算第幾個 我們發現第3個 到第9個是我們要的 那把它全部切出來 看到的結果呢 就會是底下這個 有沒有 怎麼做的啊 這邊喔 不過這個畫面有點太小了 就是 你們等一下這個 這個台灣樂透彩券裡面 然後記得按一下f12 它會跳出來 OK 先講這個 因為我發現 同學好像對這個地方 比較有興趣 其實還有其他 要抓網路上的資料 反正以後你就照類的方法 我想應該 抓下來就不是什麼 那個網路上的資料的方法 另外VBA能不能 VBA也可以抓 好不好抓 所以還蠻好 簡潔度 沒有python這麼簡單 但是抓的方法還是蠻可以接受 怎麼做 而且後面我們會再 帶一下 所以第6 第6單元 第7單元就是 跟Excel做連結 比如說我們假設 在python怎麼檔案 比如說Excel裡面檔案 我怎麼讀取 其實讀取 反正就利用 有一個 這個這個module 就是 xlrd 就是什麼 就read 就是讀的話 就要xlrd 那這個讀取 Excel的檔案到哪裡呢 到那個python裡面 就這麼簡單 那所以 其實我覺得 你會讀 你會寫 大概就夠了 其他中間的部分 那不是它的強項 我覺得暫時 如果你沒有太多 時間 我是建議中間那個 部分你可以用VBA 為什麼 因為 那不是 所謂中間部分 中間邊修的部分 資料的邊修 我覺得 像我們處理 還是會在 VBA裡面處理會比較簡便 因為畢竟 我們 讀完之後可以輸出 中間可能有些部分 比較不好處理的部分 我們可以在 那這個不許 比較抽象 讓一些相關的範圍 再來帶一下好了 反正基本上 Python 如果你可以做到 讀入資料 出資料 你就可以做很多用途 Io部分 中間其實就 Python 可以 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比如說像 資料讀進來 那輸出 那的話呢 程式在這裡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試試看 那寫入的話 怎麼寫入 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程式 做回圈嘛 把它print 這個我想前面都做過 而且像九十五成法表裡面有4 其實好像感覺跟九十五成法表概念差不多 輸出也是輸出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做出來的結果 就類似像這樣子 剛剛啊 讀取啊 讀出來就對了 全放在Python裡面 OK 然後呢 所以怎麼去寫入 比如說我今天呢 其實就是把我 也許爬下來的資料 再輸出乘以sale檔 OK 那有些東西 可能 有些部分不是以 Python的強項 那你可以再把它 載到vba 載到sale裡面用vba 處理 這個 這個部分 那裡面有一些相關的 其實關鍵就是 import一個什麼呢 Excel WT WT 實際上就write 就是 如何 把 資料寫到sale裡面 OK 所以大概會有這些東西 怎麼做 檔案的讀取 複製 存檔刪除 反正呢 基本上 Python基本上 也可以處理vba 以前做的事情 你想說兩個都可以 那到底要用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這沒有標準檔案啦 你就要看 實際上的工作需求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都把它放在第6第7 不過今天還是 會先講第5 也許第5第6第7 反正 因為我們剩兩次上課嘛 那我們基本上 就把這些全部帶 帶完了 不過 可能進度 如果全部講可能會run的比較快一點點 所以有些地方假如你有一點跟 跟不上沒有關係 我會sauce把它放 雲端上面 那你們自己再把它抓下來 回去 如果你真的想學 學好這些啦 我跟各位講啦 這些東西你把它 七個單元把它學好 你基本功就有了啦 OK 那再來你可以把其他東西延伸出去 就比較簡單了 所以請各位 稍微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那個環境先run起來 然後呢我們接下來 再來看其他的部分 OK來 例如說股票好了 開始